另外有日媒报道为了避免刺激中国 日媒你取消夺岛军演 这个消息属实吗 这个消息是在昨天深夜的时候 确实看到这个共同事的这个网上这个网络版 他说这个有日本政府关系人士透露有可能取消 但是这个在昨天深夜像共同事 还有今天这个早晨 其他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这个消息 所以这个消息是否属实还不得而知 而且根据这个共同事在昨天深夜就是 日本时间11点夜里11点多的时候公布的消息 实际现在日美双方正在就这个演习进行调整 并没有说要取消 而且这个他们指出这个美国希望通过与自卫队的这个演习 夸耀与自卫队的这个合作是万无一失的 但是这个共同事同时指出 美国认为避免这个局势过于紧张 早日实现这个问题的平息是符合日本国家 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们不想过度刺激中国 根据这个日本媒体的报道 这个预定是有一万人的自卫队参加这个演习 但是一直到19日也没有详细公布这个情况 但是日本自卫队的人士指出 如果不公布详情反而会导致中国的不信任 而且也达不到这个炫耀这个日本这个实力的目的 所以现在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就是 日本方面可能要一直到演习的这个之前的最后一刻 才决定正式的这个如何公布这个消息和细节 谢谢蓝锦中的报道